在刚刚结束了成都车眼上 奇亚品牌旗下的EV6 GT正式的上市了 那这台车呢是基于全新的纯电动车 全球化的平台EGMP打造而来的 同时呢这台车也是奇亚引进国内的首款纯电动车型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店里来带大家体验一下这一台EV6 GT 那首先在外观上可以看到这台车 我觉得整体在设计方面是非常的前卫 而且极具科技感和未来感的 那整体前辆呢 首先我觉得它采用了很多现在这种主流的新动弹车型的 这么一个设计的简洁的路线 但是它在这种简洁之中 其实是有很多的巧思的 包括这台车 因为它是一台偏向运动化区域的车型 所以它的整个的基层盖下探的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同时这台车它的基层盖上有两条比较龙体的这种金线 看起来也更加凸显这台车的力量感 同时呢这台车两侧的大灯的灯体也是比较狭声比较犀利的 而在下方这里整个的下包围 也包括它这一个小的 有点类似于前产的设计吧 我觉得都是会相比来说更凶一些的 这台车我觉得整体看起来 前面的视觉冲击力也是非常足的 然后侧面相似的这台车轴距是2米9 可以看到这是一台尺寸比较算小的SUV车型了 那这台车整体的定位呢 其实是更加偏向于跨界以及轿跑这种风格的 看起来整体的设计我觉得是非常激进 同时显得非常够年轻化的 而同时这台车在今天店里这台配色呢 是一台黑白金色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漆啊 我觉得是里边会点点的珠光来衬出来 所以会显示这台车更具的高级感了 而同时这台车整体的设计方面呢 它采用了很多小SUV凸显的运动感 包括这台车的黑滑的设计 它的这些A柱B柱和C柱 然后包括它的窗框啊 以及它底下这一条都是采用黑滑处理 包括它的轮毂也是采用的尺寸比较大的设计 并且为我们进行那个拼色的处理 而同时呢这台车的整体轮廓上 可以看到整体的线条啊 还有它的整体的轮廓都是会更加的偏向运动取向的 而同时呢这台车在尾部这里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宽体设计 我觉得看起来是非常饱满的 同时呢这台车它的小的速度就是 它营造出一种俯冲感 可以看到在侧面这台车整体的车顶啊 还有这个底部的设计都是会相当于平一些 但是啊它这个窗框这里是微微向上的 然后包括它这个腰线上方这里 这个线条也是微微向上的 甚至啊它在这个底下这一块侧裙位置这一块黑的条也是在尾部微微向上的 那这三点形成互动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台车的尾部是形成一种相声翘的感觉的 也就是说这种我们俗称的后边比较高 然后形成比较低一种俯冲感 也会让它看起来更加具备运动感 那然后尾部和这台车整体的尾部设计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亮点的 总体走的是非常简洁的路线 包括它这个尾灯是一种突起的这种贯穿式设计 然后整个灯体被收得非常窄 我觉得看起来是一种有一种耳目硬心的感觉吧 而除此之外呢 这台车整个尾部这种层次感堆砌的也比较丰富的 而在上方这里有一个小的尾翼 然后在里边有风道 可以为这台车提供一些写压力 而除此之外呢 这台车在整体的尾部设计方面 也像我刚才说到的 由于它两侧藏了宽体的设计 所以这台车整个尾部看起来是足够的饱满的 那作品车内呢 首先要表现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首先这也是一台新车 现在车里没有任何的异味 这一点要给一个绝对的好评 另外一点呢 就是这虽然是一台纯电动的车型 但是它的坐姿 其实会更加接近于一台传统燃油车 整体不会有那种纯电动车 这种坐姿偏高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点 对于一台这种偏的运动化属性的车型来说 还是非常重要的 而同时呢 这台车的坐舱设计 绝对是我今年看过最好看的 那我觉得对于男性来说 真的是有这无尽的吸引力 那首先就是这整个中间的这个通胶的部分 它是在那个悬浮式设计 而且整个这一块的设计 是我非常喜欢的 非常那种未来飞船的感觉 那首先无论是它这个起动按键 还是它这个换挡的旋钮 都是这种银色 然后加上这种蓝色的氛围灯的设计 我觉得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有战斗感 而同时呢 在前方这里 它的翻盘盘体的设计呢 大小是比较适中的 而且它在后方 为我们有两个这种类似于换挡拨片的设计 虽然没有这种真实的档位 但是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在我们驾驶的时候会有一些更加战斗的感觉 而同时呢 这台车内部的储物空间其实非常丰富的 像这里超大的一块悬空的区域 然后包括这里我觉得可以放一些随身背的小包 都是完全OK的 然后包括在这里USB A USB C的充电接口 然后大家这里还有一个USB C的接口 和一个12V的电源 然后包括在这里两个杯架 然后手机无线充电的区域 然后打开装扶热箱之后 里边空间也是非常的大 我觉得放个两三瓶水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但是一个小建议就是把这个装扶手内部加一个空装出风口 可能更加的好一些 而同时呢 这台车在前方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块这种悬浮式的双联屏 内部集成了一块千年龄的一表 然后包括它这个悬浮式的中共屏 那中共屏操作前呢 流畅度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几乎不会出现任何的卡顿现象 然后它内部呢 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功能 包括说导航地图啊 然后手机互联啊 然后带可泊车的模式 然后包括媒体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娱乐化的配置 包括像爱奇艺 然后一些其他的这种多媒体属性的这种娱乐的配置 我觉得在功能性上和流畅度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特别提一点 这台车整个的UI的设计 我觉得是比较简洁 而且耐看的 包括它这个全眼镜的一表也是 我会个人更加喜欢这样的设计 那除了之外呢 在配置方面 这台车的配置我觉得也是比较高的 在前排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这个座椅的前排的加热 然后包括它有方向盘加热 你瞧得了吗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来说 这个还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配置 然后第二排虽然空间 我的身高是1.85 然后前排调到合适的驾驶坐姿 腿部空间我觉得真的非常富贵 还剩下有大概半个小臂的空间 然后包括头部空间 也还有比较充裕的余料 而除了之外呢 这台车整个后排的乘坐体验 我个人认为是相对比较好一些的 那首先呢 我觉得要提的就是 它这个座椅长度真的非常的长啊 如果把这个腿这么完全放在 然后坐点之后 它已经完全地卡到了 我这个膝盖长度这个位置 可以完全地承托到 我这个大腿的长度是足够的 但是一个小小点就是 它这个座椅的角度会偏低一点 所以其实我坐在这 大腿有很大一部分是承托不到的 这一点会有一点影响收拾度 同时它的这个座椅的填充 虽然够厚实 但是会有一点点的偏硬 如果更软一些会更好一些 而出车这台车 它的靠背 我觉得是还是靠前个点的 那首先来说 填充可能会偏硬一点 但是整体的输入度还好 然后同时它支持 不同的这种手动的角度 可以调节 现在我们调到最躺的这个位置 我觉得坐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而同时它的这台车 车舱内的宽度 真的是非常的宽 我觉得坐三个 我这样的体验 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在配置方面呢 它在这个座椅侧房这里 我们保留了两个Type-C的接口 然后在这儿有一个 中央的扶手 然后上边有两个杯架 同时在它这个车体的两侧 也会提供了空调出入口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在后排的这种 配置和舒适度 还是足够的高的 但是可能有一个小焦点 就是这台车 它只能提供一个小天窗 如果能为一个这种 大的天窗 可能整个后排的开扬感 会更好一些 在动力方面呢 这一次EV6 GT 我们提供的不同的选择 基本上是一个 单电机后驱的版本 和升线机四驱的版本 可以给我们选择 那在续航里程方面 和具体的功率方面呢 它们这三款车型 也都各不同 那这一次呢 EV6 GT一共 推出的是三款车型 然后售价是28.28 到41.98万元 总体来看呢 我觉得这三款车型的 性感比来说 对于这样的一台车 还是比较适中的 而除此之外呢 这台车目前上市之后 也给我们带来十重的 具体的优惠政策 那我会打来 屏幕下方 供大家观察 所以呢 如果您对这台车 感情趣的话 快来电影看车吧